那时候小剧场的演出 观众不多 也没有什么机会被看到 收入还很不稳定 但我还是毅然决定 全职讲脱口秀 谁劝我也不听 我说我就是这么将 搞艺术嘛 就是要有将人精神 大家好 我是何宏志 谢谢 谢谢 我现在每次一上台 大家都会喊好帅 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感觉我现在姓好叫好帅 提示在看不见的地方 努力值不值 我其实挺怀念那种 不被关注到的日子的 因为我设恐 被认出来挺苦恼的 现在出门我都戴帽子 口罩 也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透热闹 就别说在看不见的地方 努力了 你知道我要多努力 才能不被看见吗 其实我一直也有 在背后默默努力 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现在就是时尚了不少 因为我经常会在家里 看一些穿搭视频 提升自己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现在我已经对美女的穿搭 颇有心得了 然后我还会偷偷在家做运动 我跟着一些主播跳操 都说这样很难坚持 但我也坚持了很久 只是最近才不跳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主播不跳了 他说太累了 坚持不下去了 我最近刷到他 他已经改行做吃播了 工作上就更不用说了 我最早讲透过秀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 看不见的地方努力 那时候小剧场的演出 观众不多 也没有什么机会被看到 收入还很不稳定 但我还是毅然决定 全职讲透口秀 谁劝我也不听 我说我就是这么这样 搞艺术嘛 就是要有匠人精神 人印象里都觉得 我们透口演员很轻松 然后上班的话 就是台上五分钟 下了班就去喝酒 其实我们努力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看到 就不说别的 我们喝酒的时候 都在工作 很多梗都是在我们 喝酒的时候聊出来的 就这么说吧 就那些观众很上头的梗 都是我们喝上头的时候 写出来的 我们还会为了写段子 去体验当中的细节 比如我有一个鬼屋的段子 我当时就是连续几天 约不同的朋友去鬼屋玩 就为了看他们的反应 去了多了之后 那里面的鬼都认识我了 没想到就是恐怖鬼屋 虽然没有回头路 但是有回头客 又被吓得越惨 我的素材就越多 我还特意把他们 往最恐怖的地方带 就朋友都懵了 这鬼屋里已经全是鬼了 怎么身边还有一个内鬼呀 而写不出来东西也很痛苦 我就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 闭关一段时间 然后满脑子想的是 我要偷偷地努力 然后经验所有人 等我再出来之后 发现其他的偷偷演员 都在广广的炸场 我就真都傻了 我是想经验所有人 结果被所有人经验了 偷偷努力的也不只有我 还有乐视自然自味系列薯片 全新升级使用了低介酸菜籽油 减50%饱和脂肪 既好吃也能吃好 口感上还几乎没有差异 不说你根本发现不了 但我还是说了 因为不能让他偷偷地努力 但只经验我一个人 但我已经不太有那种 以前不被看到的烦恼了 出去远出 剧场大了之后 票价也贵了 然后还有很多老粉丝 跟我开玩笑 说以前都是看不到你 现在都看不起你了 现在的烦恼是 没有那种在背后偷偷努力的空间了 我就很害怕对不起观众的期待 然后压力大到晚上就这样失眠 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这也是一种动力 因为如果我想过得很安逸的话 晚上也不失眠 那我应该很快就失业了 想到这里之后 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来 在床上写起了稿 我既然做不到在背后努力 我就在辈子里努力 谢谢大家 我是何光志